那么今天这期视频想跟大家简单的探讨一下我对现在的所谓MR AR眼镜的一些看法 以及为什么苹果要把他们的Vision Pro叫做空间计算设备 而没有用其他的像AR或者VR这样的一些营销术语 谈到VR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回到最早的HTC Vive 那么当时的VR产品通常叫做VR头盔或者VR头显 这是因为它的计算单元依赖电脑的HDMI的输出 以及它6道空间定位也依赖外置的基站来实现 这几点设计就导致它的整体游玩成本非常高 而且体验又不见得好 关键是缺乏杀手应用所以很快就成绩了 然后到18年终于出现了一款VR的杀手应用 也就是Vis Saber 而那个时候一起机已经能够实现insideout的定位 也就是不需要基站了 以及一起机本身它就能够独立游玩 而且需要画质的话也可以连PC无线串流或有线串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VR一体机就获得了一个显著的发展 到了2000年Alex上市的时候 PCVR算是迎来了一波回光返照 因为这个时候玩家发现一体机的性价比更高 而且无线串流游玩的话不需要背后脱根线 体验会更好 然后我们来讲讲AR设备的发展 这就要回到Google13年推出的Google Glass 它本质上是一个0道夫的抬头显示器 也就是Hard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固定的显示器 不能像3道夫或6道夫那样 跟随你头部的移动或者说你身体前后的运动来改变它的位置 然后Google24使用速度板去在卡片之间切换 以及就是通过OKGlass的语音来控制和输入 然后它的摄像头也只能拿来拍照和拍视频 虽然说通过语音换起智能助手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创新 但是Glass这款产品在高昂售件下并没有带来相称的体验和功能 所以相关技术就被迁移到之后的Android Wear上 包括Apple Watch的沟通和健康功能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增强现实的体验 而之后代表光学亚取得突破产品 就是微软的HoloLens HoloLens作为一体机带了多项技术革新 包括光波的显示和Slam定位 但是HoloLens和后来的Magic Leap一样 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 那就是FOV没有办法达到可以用的水平 目前行业的共识是 FOV至少做到8-90度才能带来一个合格的体验 所以可以说HoloLens和Magic Leap它当时只有3-40度 那就是纯属搞笑的 而且光学透视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就是遮挡效应 纯VIA头显因为四周都是遮光的 所以就完全没有透视可言 然后Google Glass的光学模组 对视线也是有一定阻挡的 然后Magic Leap的这个阻挡就有点逆天了 它的光学透视范围只有70度 那你会觉得非常的封闭 虽然从实际观感上来说 两侧还是有一定的透明的区域 但基本上可以说是寄了 然后HoloLens也是有类似的问题 它的上半部分有点阻挡 好在下半部分还是基本透明的 然后它们的二代产品的FOV相比一代产品 从高情商的角度来说都可以是巨大提升 但如果跟醉菜的Quest 2比起来都还差得很远 所以这些产品都停留在了工业应用 企业应用的阶段 它并没有办法成为一般的消费者能接受的产品 直到后面Xreal Lite出现 才把Bird Bass这个概念的AI眼镜带给消费者 然后当时的Nreal是非常有野心的 他们做了双目的Slam 然后利用USB-C连到外部设备去处理Slam的数据 但问题是它的硬件选型 还有当时的芯片性能和算法 没有办法支撑它们能做出可用的6道夫Slam 高情商说法就是它的Slam还有改进空间 低情商说法就是基本就到此为止 所以后面正式面向消费者的Xreal Air系列 就老老实实去做HMD 也就是头戴上显示器的概念了 因为但凡用了这些所谓6道夫眼睛的消费者 就会发现这些产品既没应用又没有体验 而接手机看片或者是接游戏机打游戏 它的内容量还有体验都是实实在在的 这些影音档和游戏玩家才靠钱包去撑起了这个市场 所以前两年Xreal出现一下子就把市场给做大了 虽然说Bird Bass的眼睛它的PED普遍都做的还可以 但问题是50度的FOV基本上就告别沉浸式应用了 所以前段时间看到董哥写了一篇长文 中间提到在保留了VR、MR大部分体验的情况下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直接笑爆了 以及他说的MicroLED做全彩AR的一起机产品 那就更是搞笑了 我观察下来就是要么完全放弃STEM定位的HUD产品 当然也有做了STEM 但问题是25度的FOV基本上也跟盲人摸像差不多 就这么一点FOV的结果就是 你一般走路的晃动就足以把你要跟看的目标甩出屏幕范围 另外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这些硬件 它的一些周边生态做的非常差 或者说它作为一个配件它很难和你手头手机有非常好的联动 那么毫无疑问和手机联动这一点做最好的那就是Apple Watch 这是其他厂商在做配件产品首先要考虑到的一点 那个厂商就会想凭什么我一定要做配件 我可以用AI技术去解构你的手机APP 这样原来手机里的APP的功能或者业务就被单独暴露出来 然后专门为此定制一个设备 这样你直接就可以通过语音来调用其他原来在APP上操作的功能 像这个Rabbit R1 还有这个带投影的Human AIPink 就是这个思路下的产品 但这样的产品显然就非常不成熟 按照卡罗斯老师的说法 就是手机仍然能够轻松地覆盖它们的功能 而它们的设计形态就处处体现出一种不成熟 而走向成熟的标志就是形态硬件上都接近于手机 当然这眼镜厂商也会说 我的眼镜里面也有AI 也能做翻译虚拟形象物体识别这种功能 当然问题是在我看来这些眼镜厂 不过是在ODM的基础上面包了一层皮 做了点固件这样的工作 就在产品的基础体验都没有做完善的情况下 那AI这一块的体验 显然是落后于这些创业者一两个版本的 当然这些硬件创业者总是嘴巴上说 我们领先大厂底念多少 但反正就你看看整个硬件完成度 就知道什么水平了 这个场景就在演示 让这个AI拍个照 然后让它给出一个合理的膳食搭配 就这个反应速度 我基本上都能把这个饼干全部吃完了 所以就很容易发现 语音交互有一个很大的痛点 一个是隐私性 第二个问题就是它的一个反应速度 所以Apple Watch S9芯片 就是着重加强NPU方面的难力 这就让本地快速处理Siri的语音请求变为可能 毕竟语音交互就是为了在不方便用手戳 或者是功能层级比较深的情况下 快速掉落了一种手段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Watch的捏手交互 还有它的健康功能 更是给它独立存在的理由 所以就不难发现 苹果的小三件套 它在功能还有场景上面 是有一定的正交性的 这就体现出一种产品定义上的纪律性 当然初代Watch作为手机的延伸的这个思路 就导致它和手机的正交性就没有那么强了 所以一开始Watch的发展就没有那么快 但到后面 它和手机不正交的功能被挖掘出来之后 它作为一个独立产品的价值 才逐渐体现出来 因此目前的智能眼镜的功能 被夹在了三件套中间 而且某些人还要吹这些产品 能够带来一些VR和MR体验 在以目前的完成度和体验下 它越是宣传权能 消费者拿到之后预期落空的可能性就越大 而且目前各路消息都表示 iOS18会大幅度加强AII Siri相关的功能 可以说大厂一旦出牌 对小厂打击是极为巨大的 而且很多人都知道 苹果系统里的捷径 其实就改名自当初收购的Workflow 这一套自动化功能 在AI时代还有非常大的潜力 所以说苹果产品在商业上 是这些产品过不去的一个看 想要能够站稳脚步 那就必须得做好产品上的减法 就不能像这两位那样 你把它减成一个烈化版的手机 所以我觉得Meta雷鹏这款眼镜 是目前的一个版本答案 就我体验下来的结论是 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MVP 首先它是一个外观和光学过硬的眼镜 没有任何佩戴或者外观上的问题 在这样点翻车的AR眼镜 可以说数不胜数 就我觉得没有屏幕是可以接受的 但作为一个近视患者来说 prescription是必要的 而如果说家族晶片的话 那就显然告别全天候佩戴了 第二点就是耳机这个东西 它仍然是刚需 而TWS眼镜算是解决方案之一 尽管它又不能降噪 以及有一定漏音的一个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Vision Pro的演示里面 仍然出现了AirPods Pro 2 首先因为它第一有降噪 而且苹果还定制了一套 基于高带宽5G蓝牙 实现了无压缩无损 然后低延迟的那么一套方案 然后我们可以把自信音频 对话感知 还有刚才提到的降噪 理解成一种 理解成一种音频的增强现实 在这几点上其他产品 就没有办法做到苹果的水平 当然雷屏眼镜 有苹果除了Vision Pro之外 产品做不到的一点 那就是支持高质量POV视频的拍摄 高质量视频录制有好多方面 比如说曝光色彩声音 还有整个画面的稳定度 一个很经典的反面案例 就是这个米家的眼镜相机 而且不是说做AI就不行 关键是你得有核心技术 包括是利用硬件的功能 来本地识别语音来提高速度 这就是小家在用自家的Meta AI 然后背后的话是他们的LAMA 然后本地云处理 用了高通AR芯片的功能 本身这个产品也是没有屏幕的 所以我认为它的讲法 是做到恰到好处的 在商业上可以说很有前提 Hey Meta Look and tell me what this meme says in English Sure here's what the text in the image says in English Hey Instructor can I take my protein to the gym? Yeah of course no problem 所以Meta就跟随把做光学透视的 这个AR系统的团队给砍了 然后把资源放到Quest和雷盆眼镜上 而Quest我觉得一个主要问题就是 它的游戏的这块的本行 虽然说号称VR一体机里面的最多最强 但是仍然是不够好 像刺客信条的这个VR 我玩起来就觉得挺无聊的 当然预表做游戏这十年来比较敷衍 这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然后说没恰到米 所以不再继续追加投资也非常正常 然后就是说Quest虽然出货量已经到2000万了 但是从游戏的销量上来说 Quest真的就是一个Beat Saber启动器 这样一个游戏卖30刀 那就是500到1000万左右的销量 考虑到大多数游戏在Quest3上 无非是画质更好 性能更稳定 以及考虑到大多数玩家 主要还是玩的Beat Saber 那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直到现在Quest2的销量仍然好得多 毕竟价格实在太便宜了 所以到了去年年底 Quest3的销量就远远低于预期 这样一个情况搞得最近小渣都急着开始跟Vision Pro对象 然后作为一个主机游戏平台的话 Quest22000万的销量其实算不上好 更何况它的游戏基本上只能卖个30刀水平 而且要知道 Switch的E5销量是跟它的第一方和第二方的开发非常强势有关系 而Quest的这个游戏销量真的就对不起它这2000万的出货量 如果再去看Meta Reality Labs的财报的话 那真的是亏到了老家了 而且不要忘了Meta本质上是一家广告公司 之前大跌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苹果政策影响 现在它用AI去来推广告了 所以才造成它最近一波股票的大涨 那用IG的朋友可能就会发现 现在的广告量不仅比以前多 而且广告质量还更差 所以广告这块增长是有限的 AI增长虽然是比较多 但是Metaverse原宇宙这一块 或者说就是整个Quest 其实是拖了Meta的一个大的后腿 那么Meta在如此大亏的情况下 显然它的第一方的游戏投资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继续再增加的 而且它第一方主要还是阿斯加的真弩2 然后它目前的工作 应该是给2做Quest3上的一些进一步的适配 就它显然不能像任天堂那样 先来一个旷野之期之后 然后星座就像下饺子一样一个个下了 要想想看 旷野之期和王国之类还隔了好几年了 所以尽管说Quest3是目前最好的VR游戏体积 但问题就是它的游戏实在是没有办法 和你在别的平台上能玩到的质量上相提并论 这就是为什么掌机玩家愿意去购买那一类 头戴式显示器产品 因为一方面继承了庞大的游戏库 然后另外一方面它的视觉体验 会比原案盯着小屏幕要更好 所以最后关于为什么Vision Show 是Special Computing Platform这个概念 我会在下一期Apple R1的解析里面 去解释这个问题